YA GO GO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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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還有 這是禮拜六的時間 對 又到了我們節目播出的時間了 禮拜六沒有看我猜的話 還真的人生是黑白的 你知道嗎 聽說現在家庭聯絡簿上面 要寫說我猜有什麼單元 而且還 聽說第一個學習段考 還有我猜的前三集內容是什麼 真的嗎 對 你們兩位什麼時候開始學會說謊 沒有 不過我要講真的 就是憲哥你知道我過年的時候 去了兩個禮拜上海嗎 上海是嗎 其實我本來之前就聽你講說 我猜在那邊很受歡迎啊 內地的朋友很喜歡看 我不相信 但是這一趟我前往上海之後呢 路上有好多人都說 阿雅阿雅 你就那個阿雅嘛 沒有 你搞錯 那腳被輪胎壓 阿雅阿雅 我的腳阿阿雅 真的啦 還有一個媽媽很大力的推伍聯絡 你真的太猜 那個媽媽幹什麼這麼粗魯啊 沒有 她太興奮了 我興奮了 不過恭喜啦 我聽說兩位最近開了這個燒肉店 你又在幫自己打廣告是不是 誰啊誰啊 我們沒有啊 我們沒有開啊 好啦好啦幫你宣傳一下 我有開啦 真的不怎麼樣喔 沒有啦 真的很好吃 對 杭樓燒肉店 今天啦 大家錄完營 全部到那邊 吃的喝的 全部都自己買單 好不好 你也在說什麼廢話 我啦 因為我猜的名號 打個9.9折好不好 來 我們就打折好不好 那要求打得折數太高 好可怕啊 誰敢去啊 好啦恭喜恭喜啦 掌聲鼓勵掌聲鼓勵 好 一起來歡迎我們演藝圈啦 又有新朋友來了 在香港有一個組合叫什麼 TWINS 就雙胞胎 他們是兩個好像是 不是雙胞胎 他們兩個 他們是 英皇的那個 現在非常紅的雙胞 他們是兩個 本來是沒有關係的 但組合在一起之後變成好朋友 也很受到香港朋友的歡迎 叫TWINS 對 可是我們現在台灣有一組囉 有一組了 這一組現在就已經來了 歡迎優克里林 不是 你活在哪一個年代啊 不休 歡迎Sweetie 大家好 還有一點 是爺爺 是爺爺 來 喬喬爺爺 憲哥好 爺爺爺爺 紅色好重喔 對啊 兩位幾歲 今年貴根啊 你們兩個 十四歲 十四歲啊 不然覺得在這裡之後 我有資格跟他講話 四歲 對啊 ガide 過出不久你們就要趕快回家囉 因為要超過十二天 對對 那新歌叫做什麼 Sweetie 新歌就叫SWICK 那你要不要唱一下 我們聽聽看 那我們唱第二首主打歌 不要 要唱第一首就要喊 第二首啦 喊喊喊 唱另一點 好 第二位 好吧 歡迎我們這位唱將級的 超級的歌后 梁靖茹小姐 歡迎 大家好 憲哥好 阿爺還有陳寗好 我看到陳寗年輕的這個朋友 我們覺得有一種被壓迫的感覺 感覺自己好老了 他們臉已經加起來跟我們很接近 跟你而已吧 憲哥 謝謝你 我還沒有 其實跟我也不接近了 還要再加個三倍 那新歌叫什麼 第二主打歌叫第三者 第一主打歌叫為我好 你常常很多情歌會唱出人家的心聲 而且他那個第一首主打歌 我個人在看這個MV的時候 心裡面有個感觸 你乾脆就自己下去演了就算 因為他裡面都有一段戲 什麼 都是你 你都說為我好 我才不要 才不是這樣子 他沒有俊كر啊 斯文天專輯只會賣兩張好不好 所以要叫他自己下去演 有沒有考慮呢 可是第三者 MV就有下去演它 對第三者這次就有自己演 要不要唱一下 唱一下第三者 統統唱 他只是无意闯入的第三者 我们之间的困难 在他重现之前就有了 虽然我愤怒 但是我明白的 把过错让他去背着 那是不对的 好好听哦 谢谢 根本就是CD直接拿出来播嘛 但是这个海报我有点意见 有没有 看一下有没有 海报好像有一个OS在讲话 我没有打到谁 这海报拍得很赞 而且我是第一次拍这种很少 没有什么装在脸上 拍得最自然的一面 对啊 太可爱了 加油啦 美女演员 好 第3位女士 请他们摇滚箭 她说第2没有人敢说第1的 欢迎林 晓霈 晓露 欢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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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还是很有活力 对 聊下的新专辑 新专辑叫不知好歹 1月9号已经发行了 请大家多多指教 对对对 哇 他讲到这个盗版 他是直接好像快拿菜刀砍人家 这道 这道我就 你打了一套血 这一套我去学一下 侯拳都来了 好 加油啦 不过唱片卖得相当好啦 谢谢 还在努力中 现场直接唱一下第二波主打 要不然 好啊 第二波啊 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 分手总是难免 说别就别 谁能给我们几十年 一百年 趁你还爱我 答应我 离开之前 要问我狠一点 掌声鼓勵 谢谢 好有的好欢迎 也要加油啦 好 接着下来是我们算是R&B的小王子啦 欢迎张志成先生 大家好 欢迎好 欢迎好 大家好 我是张志成 今天来的都是唱将士 今天我们考验一下志成好了 因为歌唱的大家都知道嘛 欸 小蜜蜂阿MV版 好好好 大家一起 很好啊 很好啊 怎么可以在那个字上面留那么多拍 为什么 是你想到什麼了吧 對啊 好啦 那個張志成真的唱得很好 好 接著下來是我們新朋友又來到了 很受矚目的 這個如果是在百貨商場會貼上 New Arrival 有沒有看到 新貨到 歡迎王欣霖小姐 歡迎 大家好 憲哥好 皮膚好像好 天啊 因為那個好像掐得出水一樣 對對對 唉唷 你看 你看 你皮膚 你也很好啊 你這好像掐得出濃一樣 對 哇 怎麼會長得那麼 皮膚怎麼會那麼好 天生的是不是 對啊 就是遺傳 而且有一點點那個Jolene的味道 會不會很介意人家這樣說 不會啦 因為Jolene其實還蠻漂亮 蠻可愛的 是是 她加得蠻喔 很漂亮 人家在誇獎 你手在那邊挑來挑來挑 她很漂亮 怎麼樣 她也蠻漂亮 沒有沒有 你一邊講話酸溜溜的 好壞喔 那個劉德華什麼 像我喔 劉德華她也還不錯 你記得嗎 梁朝偉還可以 你幹嘛摸牌 就在你眼裡她們都還好 我是劉德華跟梁朝偉的 綜合體 整形整壞版本 你不要讓我們觀眾轉彈 心裡是唱歌還是演戲 唱歌唱歌 真的嗎 太好了 要不要現場來一下 好我唱一首我這次第二播主打歌 叫On My Way 好夢幻喔 天啊 對啊 有沒有觀眾朋友好像看 看見她講話 電視機變得很霧霧的有沒有 對… 夢幻的感覺 有些煙火飄過來 來…唱 來吧 On My Way 擦乾了眼淚 我不要安慰 唉呀 雨季會過去才對 都是黑咖啡 哭得讓我今晚不能入睡 不想活在重播的情節 好緊張喔 不錯… 謝謝… 好羨慕 一跑就跑在後面 好緊張 我們兩個這樣好緊張 你應該會想打我們 對啊 這個美女 美女一定要讓她這個形象特別好 好緊張喔 跌倒也要注意姿勢 有沒有 頭髮有沒有亂掉啊 雨季哥 好緊張喔 鬼啊 鬼 兩位怎麼不去站在門口呢 為什麼呢 你們不是門神嗎 這兩位 請 請 就是來… 好啦…歡迎大家 加油… 心裡還好再唱一下 還唱啊 還有安靠啊 你要不要今天整集 都給她做特別單元啊 對啊 有時候主持人的福利 也是要兼顧到 欸 你不覺得我們有夫妻臉嗎 那我們也要讓那個 張志誠就 幹什麼 請您唱一下那個 小蜜蜂的R&B版 老師 音樂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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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大家一起去做工 來匆匆匆匆匆 別捨來濮 decis 哈哈 這個跟那個 沒有RNG有什麼不一樣 啊我不會 I P很簡單 我們一人一句來韓呃是音樂 associate 汗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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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GO 來 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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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屁啦 來 你是不是說我要有一點慾戀 一首歌你把它唱八分多鐘 而且這樣怎麼能得到我呢 你當過王昭君啦 拜託 好啦 我們再來介紹 今天的節目內容啦 馬上進入咱們第一單元 叫做是 真的假不了 真的假不了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兩真有一假吧 對 總共三位 第一位 46歲的一個先生 黃崇仁先生 一起來歡迎他 歡迎 黃崇仁46歲 家裡人 哈囉 妳好 黃大哥看起來好正常喔 對 很正常 看起來好像在縣政府上班那一道 對 是議員之類的 公職人員 妳好 黃崇仁先生 今年46歲 請問貴根 你講過了 嘉義人嘛 是 綠豆不要嗎 只要嘉義人就好 綠豆嘉義人 好早我們家 不好意思 沒有 我覺得 這個一定要先問一下 我們的那個 特別來賓 來猜猜看 這個他們猜十年都猜不到 對 我也是這樣想 對啊 太難了 他用茶壺來做什麼 茶壺 茶壺 特別一點 要是有人說泡茶 我馬上衝出去 我就騙了 CINO說用茶壺泡茶 泡茶加喝茶 你們家用夜壺泡茶 好 由我們這個黃先生 你來告訴我們大家 你用茶壺來幹什麼 我用茶壺來喝茶 茶壺 你看吧 茶壺 是 怎麼要親你用的 我們節目今天要做最正常的三個 真的假的 這位戲主應該是隔壁太愛電視 下一位就是用風雨舞洗澡的 對 好 那麼他用茶壺拜 不好意思啊 今天讓你來這邊 用茶壺剃筆來寫來畫畫 你什麼時候怎麼會想到 突發奇想來這一招 你突然剛剛就講出一個 他真正特別的地方 怎麼樣 是怎麼樣 我沒有聽清楚 用茶壺來畫畫 哦 是啊 真的嗎 對啊 蛤 怪了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是用手的嗎 茶壺 用手提的 所以用手 不是用腳 然後聽說 寫了11年啊 當時是怎麼發現有這一招 其實我 我用很多的工具拿來寫字 用樹枝來用 當然毛筆也有 甚至用 就是用手 那有一次跟朋友一起泡茶聊天 我發覺用這個茶壺來倒 好神器哦 我就拿來就這樣子倒字 所以你是直接從那個倒水那個孔裡面 這樣淋著寫字嗎 對 所以他還可以邊鈴邊寫字還能簽名 而且很難控制那個力道吧 那個汁不會太多了嗎 對啊 汁太多啊 你就汁不要倒太多 力道是很重要 哦 咻咻 哦 咻 咻咻咻 用什麼顏料 給你講起來很奇怪 對 是用墨汁嗎 用什麼顏料來寫呢 這位太太 墨汁已經講了快六年了 對不起 妳想在認真聽不懂 不知道你問Cino你問什麼 墨汁 墨汁 墨汁也可以或者是油漆之類的 其實都沒有關係 然後半夜起來有一次 他的作品上面竟然有蟑螂 也就是OIL BLOCK CRACKER BLOCK 就是蟑螂 就是南美人講LUCKU KALA CHA 蟑螂講什麼 LUCKU KALA CHA LUCKU KALA CHA 一大堆一大堆 重慶頭上就看到 電視上面就看到你 黃先生在旁邊立正站 你在那邊跟瘋子一樣 蟑螂走過去之後 竟然這個作品反而更美了 真的嗎 對 因為我大概是半夜畫的 然後第二天早上醒來 發現我的作品多了很多 蟑螂爬過的痕跡 蠻好的 後來我就刻了一個章 上面就寫蟑螂兩個字 蓋在上面 蟑螂的章 好特別喔 那張還蠻好看的 也是一種自然的美感 對啦 而且我跟你講 在有一次表演的時候 外國人還會把它買回去 或者拿去展覽 真的嗎 有沒有亂哈啦 有一次有一位瑞士的小姐 買了要送給她妹妹當結婚禮物 她就問我說什麼是有 比較有中國風味的 我就看她介紹十二生肖 講了半天她不太懂 但是她就說她屬狗 但是她養狗 可是她妹妹 屬貓 貓 她養貓 愛養貓 妹妹屬貓啊 她就這樣講 她愛養貓 所以屬貓 有人屬貓了吧 所以我也很納悶 第十三生肖是貓 人家是來賓 她說什麼 像我伯父就屬憋的 後來因為沒有貓 我就把老虎拿一張賣給他了 她也以為是貓是吧 對 畫虎不成幽類犬有沒有 畫虎成貓啊 對啊 是啊 所以大家相不相信 有沒有相關問題想要發問 隨一題 小孩子的角度 有沒有問題想要問 她有沒有兼差在市政府啊 好了 問一下 對不起 是縣政府 你自己的正義 你的正義 正圖是嗎 我 我當老師 好像喔 就好 可能有一種嚴肅的感覺 你不會啦 還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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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算很幽默 我都跟學生打成一片 打來打去 那這樣很好耶 有沒有把人家打成 大概都打輸的比較多 感情很好 靖茹讓靖茹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啊 就是啊 他在 用什麼顏料是不是 不是 其實剛剛那個是小朋友也不知道 我們 我幫他問了 我們一起問 真的嗎 我現在找人出來扛了 演藝圈都亂 他就是這樣 他都沒有帶 我剛真的有陪他問 真的 好 輪到張志誠啦 來 R&B 那個小蜜蜂 R&B版 不會累嗎 累 累 我覺得那個很累啦 茶壺如果是要畫畫的時候 應該是在桌子上吧 如果在地上以後可能就會很傷 如果在桌子上 你會覺得一直提著那個東西 然後 你怎麼用力 我也不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個是真的假不了 看一下他的手背 手背啊 對 老師那麼瘦小 你要看什麼手背啊 沒有 老師裡頭剛好是穿無袖的 看一下他的肌肉啊 其實我不瘦啊 我75公斤啊 真的嗎 真的有 那老師 真的有 真的有啊 不然怎麼踢得動茶壺 那今天我們是聊體重的問題 沒有 不是 聊茶壺 哇 因為我們要猜嘛 所以才知道說他的體格 體格多 一般來講 大的字要鋪在地上 那小的字在桌子上就可以啦 就可以啦 好 好 來 心靈 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 因為茶壺有很多這種形狀 茶壺有很多這種形狀 那你覺得 不要去拿 小倩 回來 不要叫我小倩 叫我小扁 小倩扁 來來來來 告訴我們 茶壺有很多這種形狀 你有沒有覺得什麼形狀 茶壺比較豪華 其實最 最好的就是那種手可以掌握得很好的 我剛才提到大一點的其實是蠻 困難度蠻高 很難去提他 那種老人茶壺 剛剛好 一個拿著 你好像在採芒果 其實就是這種 這種 這種 對 一號黃重仁先生是一位以胡代比的藝術家 從事茶壺寫字已經有11年了 你相信嗎 馬上來歡迎唱第二位 哎呦 哎呦 這個女生太恐怖了 一起來歡迎劉沛琪小姐 呦 歡迎劉沛琪24歲 台北 呦 天啊 哇 哎呦 辣辣辣辣 有看過妳喔 大家有沒有看過 她有拍過廣套 有沒有 有沒有 人家賣那種 Techno音樂 呦 呦 帥辣妹 帥 連她自己都受不了了 對啊 啊 是妳本身嗎 不是 不要再唱了 很頭痛對不對 有沒有聽到觀眾的聲音 83學年度金曲獎 最佳 男演唱人獎 對 唱得太好了 真的是方言 妳叫劉沛齊是嗎 對 今年24歲 台北人 請問妳有什麼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講出來 大家要不要猜看看 不然妳來主持人 我來跟她說妳就說 要直接講 好 我告訴妳們 她竟然她是擁有 信用卡最多的人 妳們知道她有幾張嗎 阿雅妳幾張 妳幾張 我三張 三張 妳幾張 一張付卡 我連那個電話卡 總共兩張 所以只有一張 我知道 妳一張 沒有 她一張信用卡 額度是1000萬 沒有 不要亂講話 觀眾朋友都在看 沒有沒有沒有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亂講好不好 我那一張是沒有限額的 好合意喔 就是嘛 可是信用卡妳知道 她的信用卡的數量比她年紀還多 厲害了 Suite妳覺得她有幾張信用卡 猜一下 她年紀是多少 她24歲 她就 42 42 42 梁靜茹幾張 來 台灣有幾家銀行啊 台灣銀行1000多家 可以包括聯名啊之類的 應該不能很多吧 大概 15張 這樣已經很多了 妳剛剛沒有在我們節目線上 要超過她的年齡 比她年齡還大 可是我不相信啊 對對 不相信也是對的 小培妳幾張 多了不起就是30張吧 每一家都辦 42 15 30 各位愛謙樂透的朋友趕快拿筆記下來 趕快 還會這樣還有兩筆 要開起來了 這支會開啦 自成幾張 我一張 他25張 25張 好 心靈 心靈幾張 吳董再辦兩張副卡給你 吳董不要 你們兩個也有 我慢慢再燒給你們 怎麼猜啊 28張吧 你覺得他有28張 好的 現在馬上來揭曉 告訴我們 你總共有幾張卡呢 哇 真的啊 這位漂亮的女生 到底擁有幾張信用卡呢 當秀場天王諸葛亮遇上 魂舞天王吳宗憲 朱大哥 你娘比較好 欸 我說 你不要告訴你 吳宗憲 新人 新人 是你剛出道 不敢 是今天憲哥要幫我們帶來一首歌曲 這麼快就唱歌啦 對啊 沒有訪問一下我的家事那首歌 家事喔 這種仇事不敢壞 是 喂 好的 現在馬上來揭曉 告訴我們 妳總共有幾張卡呢 36張 36張 哇天啊 真的啊 遇到他36計走圍上車 對 而且重點是我們都覺得 A卡很多好像很會花錢 錯 他是用卡來省錢 欸 是嗎 怎麼是我們要來聽聽看 我覺得這算是 逆向思考吧 因為很多比較大的銀行 他的循環利率是比較高 但是相對有很多比較小的 民營的規模比較小的銀行 他其實循環利息都比較低 那妳就買一張小的就好啦 可是不一定要 因為有時候那個大銀行 他的優惠活動比較多啊 什麼優惠 比如說聽說還有加油 可以打九折啊 對啊 就是不用簽帳 有時候他會有特會活動 簽帳費也不用 不用簽帳 就是直接刷過去 他直接 因為你也是要加油 加油還九折啊 有時候他會有特會活動 見個尾的那我就 真的有啊 怎麼樣 聽說還用白金卡可以免授權機票 可以升等啊 對啊就是如果說 你有常出國搭飛機的朋友知道 就是如果是白金卡的話 其實現在白金卡也不拿 因為很多銀行他要徵業績 他直接就金卡你用久了 他就幫你升等變白金卡 普通艙他升到商務艙 對啊對啊 那這個卡我沒有用 沒有用為什麼 我在升等只能抱在飛機頭上 可能已經是頭等艙了 我已經坐頭等艙了 那是不是就攀在 你去開飛機啊 開飛機啊 跟機師一起 那空姐在幹嘛 空姐在服務客人 對啊不然呢 難道服務你嗎 沒有空姐跟機長 幫忙觀菜 好啦 36張卡 所以你要很仔細的注意 你那36間銀行 有什麼不一樣的優惠活動 對 還要做筆記下來 你說還有這個 用卡繳罰單 預期不double 這是真的 用卡繳罰單 預期不double 這是我自己 我自己遇過的狀況 對 因為其實可以打電話進去繳罰單 不然的話你真的會過期 轉帳的啊 有時候你可能太蠻忘記的 然後就一直double 可是問題是 你就把它轉過去 對 這兩個代經理了 這叫見鬼的 原來他這麼多學問啊 2號劉沛奇 是一位用信用卡 來省錢的高手 而且已經擁有36張了 你相信嗎 第三名位 魏滿60歲 誰魏滿60歲 沒有 有一個叫魏滿的人 他姓魏滿 但是他今年60歲 一起來歡迎我們魏老先生 歡迎魏滿 他今年已經60歲了 一年老人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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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魏滿哥你好 嗨 嗨 觀眾朋友大家好 嗨 嗨 說太陽也會拚 你們眼睛睜開說 有啊 妳長得好可愛 說真的 那麼其實他收集的一個非常特殊的東西 對 一般人會怕的吧 對 收集什麼東西 一般人會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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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檳榔 檳榔 好 檳榔盒 梁靖茹 一般人都會怕的我想就是那些 昆蟲類的標本吧 標本 來來來 瑋恩 龜 羊蟑蟑 家裡兩個 一萬多個小鬼是不是 志誠 他不會是要收集那種鉛筆吧 就拿來燒的那種 啊 之前的 收集鷹爪 對 那種一般人也不會去結束 沒有不一樣的面質這樣子 是吧 接下來問這個 清理 我覺得他設計 設計什麼 蛇皮 蛇牙 好浪漫的蛇皮 你幹嘛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凱晨 回來吧 蛇皮 什麼不好講 收集蛇皮 你收集什麼東西跟大家講一下 1 2 3 就是小熊的棺材 棺材 什麼 縣棺發財 會怕會怕 貴大哥講完之後 恐怖 好可怕喔 他這個笑聲 好像閻羅王喔 沒有好像正在花蓮整備要進去那一位 蛤蛤蛤 蛤蛤 你沒在看新聞嗎 沒有 周杰倫的大哥 周伯倫 你媽跟你家的人會反對 會不會反對說 你在家裡收集那麼多棺材 不吉利啊 這樣會不會很恐怖呢 家人會不會提出反對呢 會不會啊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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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老婆跟媳婦 曾經一開始來反對叫你 一天前我就開始在賣就賣 我說藏的 藏起來 藏起來 最後現在我蓋一間 蓋一間新廚 裡面五十五年那一年我蓋廚 搬過去 然後我全部那個公務都造成 就搬進家座裡面 全部做起來 我會看到蓋生地了 平初還叫你搬到豐人院去煮 說你趕去消瓶這樣 不然要叫我去送新的病院 我問湯啦 他們這樣做是對的 對啦 那是好的東西 要讓大家都了解一下 不要怕 對啦 每個人的興趣啦 勝貫花財 那都是一塊的東西 好 所以我所有收集的 都拿進去我們新廚裡 這個也是打開畫夾子 都一路講不停的 你收集的種類有非常多 如果真的有的話 等一下要給他來看一下 好不好 三號魏滿先生是一位 超級戀官人 而且收集棺材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你相信吧 總共有三位 二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現在包括你在現場 在家裡 在什麼地方都可以 一起來猜猜看 到底三位當中 哪一位是騙倫的呢 給你們15秒時間做決定 開始 思考一下 到底是哪一位 才是假的呢 是1號老師嗎 還是2號這位辣妹 還是3號 Dodoro 3號魏滿先生 Dodoro 哎呦啊 時間到 請作答 請作答 妳的答案是2號 為什麼2號 她講這麼實在 妳還竟然覺得她不對 因為我們覺得說 如果 妳有卡嗎 小朋友 我們是不是很了解 那什麼利率之類的啦 不過我覺得 我們覺得如果 有這種方法可以省錢的話 應該不會只有一個人知道吧 因為我妹妹有聽說過 然後感覺上就是 有時候回答問題的時候啊 她會急於解釋 就是想要趕快把答案說出來 是覺得她心虛的 心虛 好 靜如妳的答案 1號 1號 茶壺作畫 對啊 因為我們都感覺她比較像老師 沒錯 而且剛剛問她關於那個 用什麼材料啊 作畫那些 都很像有一點懷疑 反而我現在蠻相信那個 用36張卡的小姐 因為她滔滔不絕 不管問什麼問題 她都有方法幫你解釋那個好處 然後對啊 3號應該也 我也相信有這個事情 而且選2號也是對的啦 選1號也是對的 2號也長得很像 Shino剛出道的時候 那你一直說3號怎麼辦 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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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吧啦翻啦 2號 我是1號啊 1號1號 我只是擔心有點猶豫 是因為我怕2號其實並沒有那麼多張 但是她絕對是個信用卡暗用者 但是1號呢是因為我覺得 她真的比較像老師 而且你剛剛問她說那個 就是手臂那個啊 喔 老師就有點生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你幹嘛問我這個問題 我不會回來 為什麼那麼蠢啊 對嘛這是什麼 我就是會這樣 自成妳的答案是誰 我應該要選一個沒有人要選的吧 3號 3號 不過今天真的蠻難猜的 未滿60歲的棺材博 你不相信她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人都會比較會 忌諱一些事情 然後通常棺材這個東西呢 應該是很多人會怕 心靈 心靈 2號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辦法賞上 36張信用卡 自己都會搞糊塗 對 來賓開車的結果 幾乎覺得單位都相當可疑 到底誰說的是假的呢 我們趕快回棚內看一看吧 我們現在到底哪一位 才是我們真正的倒數三秒之後 揭曉 3 2 1 騙人的金 假的請下來 等一下 誇怪 果然 往真往真 果然是2號 對嘛誰答對了 答對了 舉手會 Sweeney和心靈答對了 為什麼沒有那麼多張 你為什麼講那麼偷偷不覺啊 但是你一定也很多張對不對 對啊為什麼呢 還是你只是狂愛購物而已 不是因為我之前在某銀行做過垂帳 垂帳 對沒有啦 但是其實我覺得那個好像是 不用到那麼36張那麼多張 但是其實有時候善用信用卡 來做理財是另外一項結寫的方法 我真的這樣覺得啦 對啦 觀眾朋友們 在下一段精彩節目裡 我們將呈現給你各式各樣的特殊用品 更多意想不到的棺材造型產品 即將一次呈現給你 保證讓你大開眼界 那麼這位是假的啦 我們先來看看1號老師 有沒有現場作畫 請看 太好了 茶壺 茶壺作畫 那... 跟妳說明明出來 那手上拿的這個是 哇 妳這個好濃喔 水的木質太濃了 來來 這是 泥漿吧 因為它要濃稠一點 怕說那個水會暈太開是不是 對 基本上它的濃稠度跟到的快慢 以及我要表現的事情 大概都有關係 了解 妳能直接來嗎 好 來 吳宗憲的線子 哇 好厲害 哇 天啊 還出格啊 哈哈 好好厲害喔 欸 老師它會這樣子乾嗎 欸... 要好幾天 要好幾天 平常講它這個如意的如啊 這個方向這樣過來 還有... 有沒有 這是一個藝術耶 所謂的如意喔 在古代來講 它們是這個... 好像送給人家生日啦 或怎麼樣 一種吉祥如意 然後在如意上面 刻滿了自己祝福的語言 這個就叫如意啦 還有 還有紙 還有紙 可以再考它別的 可以 再來一個 好不好 可不可以送我們衣服 老師會用這個來做生意嗎 還是給有緣人 是滿多人喜歡的 那就考慮做個生意嗎 老師不會給有緣人的 老師只會給有錢人 這種東西是非常神聖的 所以 千... 女人千萬不要當茶壺啊 欸 你沒有問我為什麼 為什麼 不要讓男人一手掌握 哇 天啊 好可愛的字喔 久不醉人 人自醉 掌聲鼓勵一下 好可愛喔 天啊 好好看 太棒了 我們再次謝謝我們的老師好不好 謝謝老師 好棒 以胡帶筆的藝術家作品全記錄 黃崇仁先生最開始曾經嘗試用原子筆沾末寫字作畫 但是後來發覺茶壺是一項很好的作畫工具 因此將此藝術深入地研究 黃崇仁先生說 用茶壺寫出來的字有一種特殊的美感 是其他的工具所無法比擬的 除了寫字之外 黃崇仁先生還有茶壺作畫呢 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也覺得相當厲害啊 厲害了 三號先生請下來 好 來來來 茶壽 滿壽啊 他真的是不得了 他蒐集棺材 那剛剛已經解釋那麼多了 眼見為憑 好不好 一起來看看這段精彩的VCR 有 另類棺材造型大公開 蒐集棺材已經有二十多年的魏滿先生 對於蒐集棺材這種行為 一點都沒有顧忌 反而覺得這有升官發財的意思喔 各位觀眾 這個我學會吧 這個魏滿先生用光搜集 但是去買的 我稍微的觀光 魏滿先生所搜集的棺材裡 有百年歷史的印章盒 棺材造型的領帶夾 棺材造型的筷子 還有棺材造型的面紙盒 珠寶盒 以及家中的沙發也都是棺材造型喔 哇 真的是相當的奇特 另外文綠中還有膠台 還有定書機 甚至於滑鼠也全都是魏滿先生自己做的呢 好笑 真的好笑 好笑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看了這麼多棺材 你是不是也覺得它相當了不起呢 你先感謝我們的觀光造型 我本來收藏你來不聽 我跟我們今天來講 有意思耶 你看他手下的這個戒指 看了那麼多之後 戒指也給我們看一下 厲害… 沒關係 你就戴在手上就好啊 這是… 這就是一個棺材 棺材造型 我這個牌今天也賣不少錢 沒有啦 今天非常感謝你能夠來到我們節目 現場 你還坑這些錢幹嘛 對啊 自己去做一個就行了 對 因為那個造型 我不喜歡把它融掉再來過 好啦… 好 再次謝謝他們 今天也謝謝我們漂亮的小姐老師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 馬上進入我們下一單元 叫做是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樑 Yo